张华县举办2016陆港庆端阳活动 今年有一个新亮点 那就是要在福禄溪展开夜间龙洲竞赛 届时将有各式的彩灯来装点河道跟龙洲 而迎接即将到来的赛事 张华县长魏明谷最近也特别率领了县府团队 在陆港的福禄溪练习华龙洲 期许到时候能够缔造佳击 2016陆港庆端阳系列活动 将在6月7日至6月9日一连三天 在福禄溪水道展开精彩的国际龙洲锦标赛 今年共有99队国内外竞旅报名 包括英日美加等近20个国家组队参赛 张华县长魏明谷 是亲自率领县府首长队 在陆港福禄溪先行练习 为陆港庆端阳热身 有这个国际的竞技 还有民属的花龙洲 两种不同的一个比赛的队伍 那我们邀请20队的国际的选手来这里比赛 那我们希望全国的乡亲 端午节的时候一起来陆港 看龙洲滑龙洲 吃陆港的美食 然后来欣赏我们陆港古街 以及民属才艺雕刻的表演 因为他运用到鸡肉 比如说二头肌 还有我们的所有的身体都要搭配这个节奏感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新的体验 张华县 救 张华县 救 张华县 救 张华县 张华县 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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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夜间龙洲赛 水道布置了彩灯 龙洲也安装LED灯 使比赛现场更加顺利夺目 县长为鸣鼓 欢迎国人来到陆港 想文化 吃美食 体验不一样的端阳龙洲竞赛 记者从心意张华县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